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的弥撒读经是四旬期第二周星期一 那在读经一里面 我们可以是从达尼尔先知书 我们好像人性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说我们会找借口掩饰我们自己做错的事情 那我们好像我们的老祖宗 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就是这样子 他做错了事情 他怪罪于厄娃 而厄娃也怪罪于所谓蛇的 所以自己做错事而能够勇于承认的 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德性 而今天我们在第一篇读经里面 达尼尔先知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犹太人 虽然他们犯了罪 背弃了天主 但是他们也勇于承认 他们在这里说 我们错了 我们犯了罪 我们得罪了天主 这个真的是 说自己错 说自己犯了罪 是一个真的不容易讲的话 是要非常的有谦逊的一个心 勇敢承认错 其实这是可以说是改过千善的第一步 就是承认自己的过错 那今天第一篇读经 犹太人的那个作为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错了 我错了 那在福音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主耶稣其实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的 其实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 多多少少 或大或少 有时候是所谓 我们不一定是所谓 杀人犯佛的罪 但是思想上的那些 嫉妒 骄傲 等等 不正当的思想 会也是罪过 所以我们假如 自己去反省一下的话 我们其实是 我们大家 每一个人都应该像犹太人说 我错了 我们错了 所以呢 既然是错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 首先都是需要 天主的宽恕的 都是需要 主耶稣的救赎 我们不能说 我好的不得了 我不需要 天主的宽恕 我不需要 耶稣的救赎 每一个人都需要 所以呢 就是我们都 我们也应该知道 天 耶稣来了 其实是为了罪人来的 所以我们谦逊承认 自己有罪 有病的话 灵魂上有病的话 会得到 耶稣这个神医的医治 那另外一方面 今天的福音呢 也是 告诉我们呢 既然我们自己 知道自己也是有过错的 甚至有时候有罪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呢 仁慈的对待那些所谓犯错的人 有罪的人 帮助他们 不要藐视他们 而是要帮助他们 改过千山 那这个我想 就是我们今天的读经里面 要给我们的很大的教训的意义 那让我们也去实行 主耶稣教导我们的 求天主 宽恕我们的罪过 也让我们去宽恕 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